歡迎收看今天的新聞 哇 哇 好 來 我們今天邀請大家來賓 第一位是命理專家 阿美老師 大家好 你這麼演奏為什麼會做阿美 因為我就是阿美族 因為我是阿美族 所以就是阿美老師 真的嗎 你是阿美族嗎 對 台東的 台東阿美族 對 台東阿美族 好 那另外邀請到的是 命理專家廖美蘭廖老師 鄭大哥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 也是命理專家 簡少年 鄭大哥好 各位觀眾好 好 另外是精神科醫師 王鳳剛網醫師 鄭大哥好 各位觀眾好 好 另外呢 這位又講究時尚 又講究演奏 命理專家蕭孟老師 鄭大哥好 大家好 我是命理界的花美蘭 真的 真的 鄭大哥看我的髮型 你看有沒有很時尚 真的 有 對 我們通常也會測一下 瞬間的收視率 這樣 你把我帶下來 你把我帶下來 好 那麼 命中注定 愛算命 大家會發現我們今天 幾乎都是命理界的這個專家 那以前我們覺得說 命理界 如果比較底層就算命 可是現在好像 其實已經不是這樣稱呼了 命理的老師 在社會上的位階 或者給人家的形象 有所提升 我隨便舉例 那個唐啟陽 對不對 講實在的他也是等同 也是一種玄的東西 可是有人會稱他為國師 那而且現在的命理專家 又年輕 男的帥 女的美 那所以為什麼他們 想要從事這個行業 其實他們的受益教育程度 都滿高的 那所以今天我們要來聊聊 他們跟這個行業的 因緣到底如何 有過很奇怪的這個境遇嗎 那我們先從減少年好了 我們今天節目 這個Lady 那最年輕了 那這個年紀 就從少年開始 來 那減少年 你是怎麼樣子跟 據說你當命理師 是跟原生家庭有關 對 因為我們家是一個 我媽是一個超級狂熱的佛教分子 有多狂熱 例如說她可能不拜拜不睡覺 就是她可能拜到一兩點這樣 跟年輕人熬夜滑手機 大家不一樣 她是熬夜拜拜這樣 然後就是我們家 所有的好跟壞的判斷是 都是依照佛教的邏輯來判斷 例如說我今天跌倒了 她就說你今天是吃太多肉了 或者說你今天身體不舒服 第一件事先念這個觀世音菩薩 就是我們家所有第一選項 都是跟佛經 佛教有關 然後我小時候看的漫畫 然後書都是佛教的 例如說我 大家還在看小叮噹 我也在看鳩摩羅蛇 阿玉王 這些就是佛教經典故事 特別耶 對 所以我這時候對於 小文老師是看A書耶 我自己有看過啦 小文老師花美蘭 不一樣 你不看嗎 我也看 但是我們家會有其他說 看了下輩子當鴿子之類的 我媽不看 會這樣子 撿到我家的書就說你怎麼看這個 你下輩子要當小鳥你剛才 那為什麼 因為他們就說佛經上就說 如果你這淫欲太重 下輩子要當鳥啊 就這樣子喔 對啊 反正我媽就講了很多這種 然後我連要買玩具 都是要跟我媽講說 不是 別人是考一百分嘛 我說媽咪我吃一個月的素 她說很好 我給你買PlayStation 什麼 所以我整個小時候 我就是從小就超級性命 欸 吃素 然後來換你的禮物 對 我就相信幹善事就要有回報 吃素就要有回報 因為我媽就是這樣教我長大的 太特別 太特別了 那這個廖師就這樣是不是算有佛緣 非常有佛緣 對 因為像簡老師跟媽媽的緣分 本來也就是注定了 我常常會說 你會投胎到哪一個家庭 姓什麼 他本來就你在還沒 肚子媽媽肚子還沒大的時候 他就注定了 那像媽媽其實他說拜到一兩點 他可能就是在念經打坐 這就是佛教的修行之一 那佛教就是都講究緣分 我覺得簡老師這樣 有媽媽的潛移默化 我覺得很好 對 那簡少年 你大學讀什麼 我大學讀運輸管理 學交通 我所有同學都在高鐵站 然後什麼那種 就是跟火車 還有船 飛機比較有關 運輸管理 對 鄭大哥他跟我讀一樣 真的假的 學長好 真的假大學嗎 不是 我是淡江的 淡江大學 他是同甲 他是同甲大學 對 運輸管理系 對 照理說要到交通部去 對 我們都在那邊算 高速公路 然後算那個什麼超高 幹嘛的 那為什麼沒有從事本行呢 因為我數學有點爛 所以在算那個路徑 跟排隊的時候 我就覺得這個科系 完全不是我能接受的 而且這也是音錯陽差 因為這是我媽媽叫我選的 所以他就跟我講說 以後未來要有三通 因為我們那時候 搞大學有三通的事情 會很好 就一學發現 淡江是教這個陸地 公共運輸多一點 跟三通沒有太大的關聯 你說兩岸要三通就對了 對 就是跟高鐵 公車沒有太大的關聯 但主軸不是在這一個 是 所以那時候我讀的時候 就發現誤會可大了 然後就只好繼續探索 自己喜歡的東西 是 那你在命裡界待多久了 不能說待多久 因為說最開始 是高中的時候學會的 那時候在我的阿姨家 因為我除了我 受我媽的影響 我們整個家族都很信 很信佛 但是我媽不太算命 她就是喜歡修行 但我阿姨很信 所以我阿姨在我表哥的房間 有擺那個紫微斗塑的書 我第一次的時候 就是拿那個書出來 後面有光碟片 放進去可以排命盤 一排出來我發現 會準耶 嚇死我 尤其夫妻公 我喜歡的女生真的是那一塊 所以就覺得 那如果我能收集到全班 這個同學的深層八字 是不是知道哪一塊比較適合我 所以我就開始收集 全班同學的這個深層八字 有女生嗎 一定是先從女生開始 因為那個很受歡迎 對 然後我就開始算 大家就你真的很準 但我後來發現 還是要會打籃球 跟長得帥比較重要 對 就是那樣子 啟蒙了我這個算命這件事 高中的時候 對 高中的時候 那高中的時候 有算到你的女朋友是誰嗎 因為說那時候 算大概是那個那些的女生 在班上也有找到那些的女生 但她不喜歡我 但後來發現 越算之後你會發現 命這種東西是真的存在的 就是某一個類型命盤的女生 就是比較容易跟我聊得來 但是能不能在一起 是另外一回事情 對啊 聽說你本來 大學畢業 並不是先在時尚界工作 對 因為我媽就是 不特別喜歡我算命這件事 因為她在學佛 她認為這都 就是修行比較有意義 她認為算沒有那麼有意義 對 然後也覺得 就是小孩算命的工作 也有點 她不是那麼的相對 覺得支持 她還是說為我祈福 只是說希望我做一個正常 所以我一畢業還是去 做一個正常的 對 相對 大家比較常做工作 例如做網路行銷什麼的 所以我那時候大學的時候 我在微軟實習 大學在微軟喔 台灣微軟喔 對 在微軟實習 因為我很喜歡上網算命 所以研究了很多上網的能力 然後進來微軟實習之後 畢業之後就進了 這個一個出版社叫FHN 男人幫 封面都是辣妹那種 對 然後進去想說 研究一下辣妹的面向 然後就在裡面做一做 然後後來就去創業了 因為我覺得網路這件事 還有一個蓬勃發展 再來是 我很希望自己能夠 就是在算命這件事上 結合網路做出一些東西來 所以我就開始從事 網路創業來學習 主要是這樣子 那你會擔心收入的問題嗎 你說現在嗎 還是那時候 當時 當時其實還好 當時就很窮 但是我會知道 自己大概幾歲會有錢 所以我們最早的時候 以前不是很強的時候 都會看那個八字的蹭骨骼 一看自己八字不是很重 好像中年以後才有錢 就有點嫩 那當這一個行業 你會擔心就是 女性怎麼 就是會 會不會想嫁這個行業嗎 我覺得會不會嫁得好 因為我們會有一些方向 知道這個女生跟我合不合 所以大概知道 怎麼樣子跟她在一起會通電 舉例來說 例如我跟天蠍座很聊得來 我就絕對不會跟她談戀愛 就我一直在聊聊 就很聊來 因為她什麼星座 天蠍座我就跟她後退 為什麼 因為天蠍座跟雙子座 是雙子座的 他們兩個愛在一起的時候 談得很來 但在一起的時候 問題一定很多 是這樣子喔 對 因為你不容易 她生成八字 但星座可以 然後再來就綜合面相 我發現說 因為我的面相比較窄 鼻子又比較高 如果那個女生也是這樣的 那我們兩個就容易吵架 所以我就會找那種 臉都倫倫的女生 臉都倫倫喔 對 就臉要倫倫的圓圓的 越圓越好 那所以你結婚了嗎 我結婚了 太太應該臉是倫倫的 我太太就是大家都號稱 她麵包超人嘛 公開可以這樣想 還可以 她身材不錯 臉倫倫的 麵包超人就身體長長 臉圓圓的 符合你 對 很忘符 那為什麼後來 你就直接去北京開業了呢 首先是那時候 我算到我2018年的時候 到北方會好 對 那時候知道這件事 那那時候我是台北小孩 我知道我如果再到北方 就基隆嘛 那基隆的網路不發達 第二點是我覺得 因為我那時候做網路創業的時候 前一次拿了美國的投資 我覺得我還算有天分 可是我覺得 如果我這麼有天分 應該結合這個天命 來做一些事 所以我覺得應該改革這個時代 的一些新的科技 來用在這個命理上 看能不能帶給大家 更多的幸福 對 尤其那時候 最讓我痛苦的是 因為我在一個禮拜內 死了兩個朋友 然後都是屬於 自己收拾自己那種 什麼意思 就是自己 非自然死亡 就是自己因為一些心理疾病 或是說因為一些挫折 就直接把自己幹掉 自己了結自己 對 那那時候我就覺得 如果我早點跟他講說 他後面遇到更好的女朋友 或是說他後面 有更好的一個發展 是不是他就不會 這樣子收拾自己 然後我就覺得 我應該要來做這件事 對 所以就開始了 我做這個算命 網路創業這件事 好 那麼 簡少年剛剛有講 覺得他自己天分不錯 其實事實上這也是 可能需要苦學 那他是怎麼學來的 等一下我們繼續請教他 來 先休息一下 好 那麼這個簡少年 去北京發展 其實是幾歲的時候 那時候大概2015年 我二十八歲左右吧 二十八歲 就帶著太太 就帶著小孩 就去北京發展 對 我小孩的時候 兩個月 我們就算什麼時候 可以坐飛機 結果兩個月應該可以了 就帶上飛機 去北京創業 你也很好看 北京對你來講 人生地不熟 對 因為那時候 因為我們就是會算 所以我覺得 反正我六個月後 就會找到投資人了 我也不用怕 我就跟我老婆講不用怕 會算 我老婆也覺得OK 他不要掃根金 然後我們就飛去了 對 那真的是半年內 就找到投資人 對 時間點都差不多 就是在第六個月 然後找到投資人 開始有一點收入 比較穩定 大概是這樣 那你這些技能 是怎麼學來的 我的技術都很特別 我第一個學 我學紫薇斗數的時候 是在吃早餐的時候 就是我在我家旁邊 早餐店吃飯 吃早餐跟我同學聊 然後我跟我同學說 我真的很想學 但不知道去哪裡找老師 就旁邊就走出一個人說 我是紫薇斗數老師 你要學嗎 我就看了一下他 我想說真的假的 然後他就坐下來問我說 你會到什麼程度 我就開始講 我自己學到什麼程度 他說那我可以再教你三招 然後講完我就覺得 這個很厲害 然後就說明天去找他 去他的教室上課這樣 對 就開始了 紫薇斗數就跟他學的 對 然後他教得也很好 所以我覺得運氣滿好的 這不是來呼弄的 不是 他是真的 而且他是真的教得滿好的 對 現在弟子也 學生也是滿多的 運氣很好 所以你學了紫薇斗數 對 對不對 那還學了什麼 還有學面相 然後面相這個事情跟這個 這樣也是很有緣分 就是我那時候就是 報名了一個網路上的課 然後就去上了 去上了之後 我就有很多問題問那個老師 那個老師就說 你為什麼抱著進來 我們這是一個高階班 一般人不能抱進來 我說原來我一開始 先學的是氣色 面相看氣色超難的 然後後來才知道 原來他是 我的老師是 蕭襄老師的弟子 蕭襄居士 對 所以我是蕭襄老師的徒孫 所以來上這個節目的時候 我格外的興奮 有點有一種跟這個 施工遠端見面的感覺 你知道蕭襄居士 以前在新聞哇哇嗎 我知道 我知道 你看過嗎 看過啊 看過啊 是喔 我以前在北京的時候 都有人問我耶 他說這個是你施工嗎 上新聞哇哇哇的照片 對 所以我就是運氣很好 運氣很好 面相好學嗎 面相最難學 就同樣的狀態 你用紫微斗數學 一年能達到的 面相上可能要十年 哇 這麼難啊 因為不能紙上操作啊 就你一定要看過那個人 你沒看過就是沒看過 對 你就是不知道他在寫什麼 所以面相真的很難 那面相要學 除了看氣勢還要看什麼 面相主要基本 其實最簡單的就是相理 就是鼻子多高 耳朵多長 這個東西叫相理 相理 那第二個階段是氣色 就是臉上的顏色 像你鼻子發紅就容易破財 眼尾如果發青就感情有問題 那再來第三個階段 更難叫眼神 眼神就是你光 他全部臉遮住 看他的眼睛 就知道他最近破財 或是他最近離婚 看眼神就要知道這件事 那最高境界是 傳說唐朝的時候 李淳鋒跟袁天鋼 那時候面相學的書叫封建 為什麼 因為他根本看都不用看 他聽就知道了 就你從遠方走過來 他就知道你去年結婚 這叫封建 他光聽就可以聽出來 封建 對 所以最高層次是身相學 就你電話拿起來 聽到就知道他最近怎麼了 那這件事情呢 我一開始覺得是嚇唬爛了 但後來我在北京 遇到一個老中醫 他真的是那種八十幾歲的 他看著不用抬頭 他就這樣子 叫什麼名字 然後你說完名字 然後就說這個乾淤好下去 他聽聲音就知道你有什麼病 所以我就知道 如果我聽聲音就知道有什麼病 那很高的概率 他聽聲音是可以知道 你最近運氣怎麼樣的 對 所以我才會 真的古人說的是做得到 那你有學到聽聲音就那個嗎 很難 但我可以從聽聲音 大概辨認這個人富不富貴 但是我沒有辦法辨認他的運氣 我覺得難度還是太高了 那聽聲音他富不富貴 是怎麼判斷 其實一般來說就是 聲音很宏亮就會是好 然後我們把聲音分成禽聲跟瘦聲 禽聲就是有的人講話很悅耳 可是聲音沒有那種 禽是哪個禽 禽瘦的禽 對 禽聲就是像鳥一樣 啾啾啾 幾乎很好聽 但後面沒有聲音 瘦聲就是像獅子 他先張口再震動 這叫瘦聲 那禽瘦是最好的 就是有前有後 但如果禽聲就是有前無後 所以代表容易爛尾 但瘦聲就是前面不怎麼樣 後面很厲害 對 所以你聽出來的時候 你就知道 所以一聽聲音我就知道 這個人有錢 而且是老了才有錢 或是這個人年輕就有傑出 但後面很危險 那這四個來賓 你多少都跟他們談過了 哪一個最有權 他們是人中隆鳳 這個很難比較 那像我的聲音呢 我的聲音聽起來怎麼樣 你的聲音就是屬於 老師看起來是屬於這個 這個看起來就是秀氣秀氣 是 但其實這個執行力很強 你前面聲音比較輕 但後面其實很實 所以看起來做事是 好像前面比較快 後面不知道怎麼樣 其實他後面都已經想過了 他前面比較快 後面才找到了事 不是 他後面有一個沉澱 所以會聽得出來 但是老師的聲音比較特別 因為男生聲音普遍不會高 老師的聲音有點偏高 這種就是屬於貴音 貴音 對 聲音越高會越貴 所以你看到什麼 曾志偉就很貴 嗨呀吼 喂 這種聲音就是很貴 這種是貴啊 雄魂是很貴 對 那富音就是 你會發現他聲音就是 嗡嗡響 對 是這種叫富音 嗡嗡響是指 就是雄魂是不是 對 他講話就是 你會覺得整個一直在響這樣子 你就會知道這個人 真的會有錢 哇 那廖老師呢 廖老師嗎 廖老師的聲音一聽 就是年輕的聲音 廖老師的聲音很亮 然後而且聲音聽起來 你不會覺得他就是很刺耳 一般女生聲音最怕就是亮 但是很刺 但是他不會 他聽起來是好聽的 可是這個聲音 你看廖老師講話的聲音是快的 雖然它很沉穩 但它聲音是快的 對 代表它一個年輕的心 所以這個聲音是什麼 這個聲音我們要來說 它偏的是容易報復的心 報復 對 它的這個發是瞬間的 它的瞬間力很強 所以它有活力 就是這樣 所以水移動 抓住機會的力很強 其實廖老師的聲音也很好聽 不會給人壓力 對 謝謝鄭大哥 你跟我一樣 你是報復 我也是報復 我是同台的我報復 你是水有錢的我報復 名字差很多 對 鄭大哥也是富貴之相 你也懂 現場開始算起命 阿美老師呢 阿美老師 阿美老師就是屬於智力超群 我每次看到阿美老師 我都讚嘆我自己 就是智商不足 為什麼 因為他額頭超級大 超級拱 超級超級飽滿 額頭很漂亮 對 而且 絕大部分 阿美老師的輪廓 因為我們講 原住民的輪廓都比較深 所以輪廓比較深的時候 通常是眉骨比較高 額頭不容易很高 對 但是阿美老師這額頭很高 所以它等於是什麼 它等於是雙倍的意思 就是 漢人如果額頭這麼高 效果只有它的一半 原住民的血統來看 這如果夠高 就是跟白人的 或黑人的額頭 如果這麼拱的時候 他們一般眉骨高 所以如果他們都這麼拱的時候 那個真的是超聰明 因為我記得以前 蕭香老師來介紹 比方說他講說 人要有色相美跟相禮美 對 那色相美就是說 你外表很好看 很漂亮 可是你的面不一定那麼好 那相禮美是 你的面相乍看 不是說非常好看 可是你的面是很好的 這叫相禮美 這樣子 你看我也多學了幾招 對 很厲害 鄭大哥 很厲害 那廖相廖老師是 色相美又相禮美 對 謝謝我講 感謝你 甚至你 成語若驗 我的紅包是水洗 大包的 那這個 簡少年 你後來去北京 遇到一個很神奇的事情 當時你感到頭昏 對 就是我有一陣子 因為過年前生意太好 算太多 然後算太多之後 我就覺得頭昏昏 然後又一直 我只要睡覺就會做惡夢 然後那個惡夢都是 身歷其境那種 就是譬如說手 忽然被挖掉一塊 起床的時候覺得 自己手怎麼還在那種 就是真的是連續幾天 都是非常可怕 而且醒不來 我會覺得我應該是卡到陰 是 後來我就問我一個朋友說 我最近怎麼樣 他可以關 他就說 你好像最近不太好 然後跟南極先翁有緣 你找一下南極先翁 然後我就上網搜尋一下 南極先翁廟 你知道這個不好找 因為不太有人帶 結果發現我公司旁邊竟然有 對 然後我就去我公司旁邊 那個廟裡面一走進去 然後就遇到一個道士 我就說你們有沒有在 這個就去除卡到陰收金 他就跟我講說 他看了看我 就說我覺得我幫你這個收掉 好像沒有效率 因為你做算命的 如果你一直有的話 我教你怎麼修煉自己的道行 他就把我帶到一個小房間 然後就開始寫了一段符咒 撕下一個紙上給我 他說你就回家 拿著一盆水這樣夾著 在空中寫符 寫完淨水 然後喝下去 你就好 然後比較痛苦的地方是 他是廣東人 所以他說話都是廣東腔 拿著一盆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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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教我說好厲害 這個字是什麼念 他說 我根本看不懂 他寫的是什麼 但我還是覺得這個應該是 蠻厲害的符咒 然後我就回去 回去之前他就看著我說 有沒有什麼感覺 然後我就說 有有覺得熱熱的 然後我就搭車要回公司 就一上車不得了 我覺得我的上背部 就是要斷 要裂開那種感覺 人家講打通人都二賣那種裂開感 然後我就覺得超級痛 痛完之後回家 我想說今天應該是驅邪了 所以才這麼痛 然後我就回家寫了一遍 放到水裡面 然後真的喝 一喝完我就倒下來 暈倒在桌上 然後就倒了 他們兩個多小時 我老婆回家的時候說 你怎麼睡在客廳 然後我就說 我就是拿到一個符咒 我就這樣幹 然後後來我醒來之後 我發現我就感受得到 就是以前氣功老師 講的那種氣感 就我以前是完全沒有 就是個麻瓜 也看不到鬼什麼都沒有 但從那一天開始 我就感受得到 旁邊有個東西 這裡有些什麼 對 就整個都不一樣了 所以你當時覺得昏沉 然後覺得卡道陰 你是不是去找精神科醫師 不是 因為算命直觀 就是覺得卡道陰 看精神科醫師 好像有點更小 總覺得算命師 對 這行李 行李就給我們撥你 來 我們先休息 進廣告 好 王醫師 作為醫學訓練精神科醫師 這四個是都來唱你的行李 你就要討醫學院討那麼多 這麼久 很難考慮 他們這樣就賺多少錢了 看到有什麼感受嗎 其實我是第一個 那個人生本來就是 不是用錢來去做衡量的 真的喔 你怎麼那麼超脫 我們是很世俗 講得好像我也像是在算命的一樣 基本上是這樣子 其實真正的科學跟玄學 在我們念科學史的時候 我們講說科學跟學學史是雙胞胎 什麼叫雙胞胎 簡單講吧 人類在從古到現在的時候 剛開始的人類沒什麼知識 看到天上有個太陽 看到有月亮 看到那個冬天的時候會冷 夏天的時候會熱 為什麼會這樣 當你找不出原因的時候 我們人類就靠自己的想像力 想像什麼 想像太陽裡面有一個阿波羅 想像月亮裡面有一個神 想像春夏秋冬 都有不一樣的神 可是你會發現 隨著人類的歷史在進展 到越後來的時候 神越來越少 早期的那個神 都是有很多的神在管很多的事情 可是後面的神 上帝他頒布一套法律 讓全世界的自然 遵循這套法律而走 為什麼會這樣 是因為人類隨著文明的記載 開始發現說 好像這個世界有一定的規律 我開始可以預測日時月時 我開始可以預測春夏秋冬 我可以預測尼羅河的水 什麼時候上漲 所以這個時候 人類發現法則的時候 那個神就只剩下一個 那個神頒布法則 我的意思是說 本來我們人類對這個世界 就有不同的解釋系統 那這套解釋系統 如果你相信的話 你就遵循這套解釋系統 去找尋幫忙自己 解決自己困難的方法 人類本來就會做這樣的事情 只要這套系統 可以幫你解決問題 也許我們到頭來 永遠都沒有辦法知道 到底為什麼真正 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但是只要他最終能夠解決問題 我們都會接受 早覺得自己頭暈 然後去收金 我們現在的很多的同僚 也常常會說我們金色科叫做科學收金 一樣是收金 只是說我們是用科學的說明跟解釋 往往當事人很多時候 很多人心生的問題 你只要得到一個很精準的解釋 然後好好的說明 很多人心會安下來 那個心安下來之後 很多病就要好大概百分之四十左右 這百分之四十不是隨便亂講的 因為我們在做很多的藥物學的研究的時候 常常會有所謂的對照組 或是安慰劑 安慰劑就是看起來 產生的藥 但裡面沒有什麼效果 結果大多數的精神科的治療 那個安慰劑效果 有百分之四十的療效 意思就是說 十個人裡面 你光是吃假藥 有百分之四十他還是會有效 跟你說這是藥 雖然它不是 你也覺得不錯 是 但是後來人家就發現說 中間有很多的安慰的效果 因為還有人在做研究說 如果我不是給你安慰劑 很冷冰的對待你 完全不理你的 那個百分之四十的效果 就會消失掉 就沒了 對對對 所以說你說這個東西算不算治療 當然算 心理治療 他算不算 只有講兩話也算 所以以我們角度來說 不會特別排斥 只是說 我們會希望說 對於這個人世間的解釋 最好還是能夠盡量的有實證 畢竟學科學的話 我們是希望要有實證 那剛剛簡少年說他卡到陰 你卡過陰嗎 我自己本身沒有卡過陰 但是我看過不少卡過陰的人 那有一些人是有好的解釋 但是也有一些很懸的東西 其實我會說 真正的科學是開放 是因為我們前陣子 我就看過一篇路 很神奇 他也是在一個很有名的旗刊上面發表的 什麼樣子的論文 他就是有家療養院 他們裡面的那個護理人發現 只要那個療養院那個老人家 快要死掉之前 前一天晚上 有一隻他們療養院的貓 就會爬到那個房間裡面去 待在那裡 然後人家開箭的時候 他們覺得習慣 怎麼會有這種傳說 醫船是 對啊 第二天那個人大概就會死掉 後來那個醫院的那個醫生 就真的很認真的 裝一大堆攝影機 把這個貓的行為全部弄下來 然後累積了很多的案例 然後發表在科學的期刊上面 找不到解釋 可是真的有這種現象 就是真的老人家快要民意流 快要死的時候 那個貓就會過去 當然因為是科學論文 他會解釋一大堆 是不是這個貓能夠嗅到某種特殊的化學物質 是不是人要死的時候 生前後會分泌什麼 剛好這隻貓就特別喜歡 可是不管怎麼說 因為他是用一種非常嚴謹 而且科學的方式去做描述 然後因為他收集很多的資料 都是很客觀的描述 所以他投去給科學論文 人家接不接受 接受 他也接受 其實這個就是我想強調 他就是這種科學的精神 因為這個我也看過一個期刊 他也是很科學 他就一直查 為什麼這一床 每個禮拜 這個早上九點鐘 他就是這個人就是死掉 後來就是 因為有一個那個清潔婦 每天進來 然後就就到那裡 把他的呼吸器拔掉 然後就換那個 插座就插進去了 他的輪班每一次都到那裡 好 然後 然後你就看到一個病人這樣 然後對不起 因為牽涉了 然後又把他插頭 就插回去 買呼這樣 像我二舅 我二舅已經過世一年多 他那時候在住醫院的時候 就有一張特殊的病床 那那一張病床是一般病人 不想 不想去住的 因為有這個傳說 可是我這個阿嬤不知道 就讓我二舅去睡那一張床 那因為我二舅就 就跟我的感情很好 然後他有什麼事都會說 找美人 找美人 這樣子幫他 那那時候他真的 睡那一張病床的時候 然後只要我阿嬤去探視他 他就說 你給我換白層 那個女婦又跑出來 我他拚跑出來把我黏了 對 對 拚跑出來 對 我拚跑出來把我黏了 每天都把我黏 都睡不好 你給我換白層 你快點叫浩子換白層 我阿嬤看不到 他說你不要給我害怕 這是真的假的 很害怕 他說真的他都給我黏大層 你看我的大層都黑層 真的 我阿嬤的大層 都是黑層 對 那後來我阿嬤就幫他換了 病床你知道嗎 可是那一張床沒有換 只是把他推到另外 另外一間那個房間 就是病房 結果他說你給我換面穿 你給我換房間要幹什麼 他也是又過來 也是又給我黏 現在換黏肚膏 你管我的肚膏又來 那個鬼跟床不跟 對 真的 他應該就是在那一張床斷氣的 對 是真的這樣子 那為什麼都捏大腿 不知道 他就 可能他站著他的位置 那因為我阿嬤就是腎臟病 對 然後他就是 那時候在醫院的時候都卧床 沒有辦法下來 都要人家推輪椅去洗腎 然後那一個就是一直捏他大腿 對 要不然就是壓他 讓他很難呼吸 然後他到隔壁床了 他還是跟到隔壁床 結果隔壁 他是三個床位的 那隔壁床的也有人看到 對 隔壁床也看到 對 也看到 所以那一個就是一直跟著那一張床 所以其實如果裝攝影機 其實搞不好拍不到 搞不好也會拍到 你的攝影機也總經有拍過 這樣喔 你如果想像說有一個人 這樣對拼出來 很恐怖 對 還去跟人家捏人家大腿 對 好 等一下我們也來聽 其他這個來賓的故事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 那麼簡少年的故事 等一下再繼續 那我先請教一下阿美老師 阿美老師是大學讀什麼系 大學讀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這是師大的 那他其實前身就是家政系 師大家政系 對 就是培養家政老師的 那他後來變成人類發展的原因 就是他要分成三個組別 就是幼兒教育 家庭教育跟營養餐飲 他就是專業化的概念這樣 所以你讀國立師範大學家政系 對 沒錯 然後去當 命理老師 然後現在去走到這條路這樣 那因緣是什麼 因緣是因為爸爸本身就是在做這一行 就是我當初是我爸爸對於哲哲說很有興趣 然後他想要開一個學院 那他的願景是希望可以教大家 就是教所有人都可以了解這門學問 其實沒有大家想得這麼的難 甚至是沒有這麼的困難 以及入門比較容易 就是每個人都可以用的這種初衷這樣 對 所以當初 可是其實像我本人是非常不 我很不喜歡那種無法驗證的東西 就對於選學在大學那個時候 可是他只跟我說他請我去聽他講一堂課 試試看 然後他覺得如果我的想法 他的想法跟我的很契合 他就覺得那我可以自己決定要不要繼續學下去 但聽他講完之後我就覺得 我覺得他的東西可能是我之後可以用得到的 所以我就覺得那就可以直接去 那時候你多大 那時候大概大一大二二十一吧 二十一歲 去跟著爸爸學上了一課紫微斗數 對 沒錯 那你的收穫是什麼紫微斗數 我的收穫是人 因為我本身其實對於心理學非常有興趣 然後像我們人類發展其實就在探索人 所以其實像我是幼兒教育畢業的 所以我就是從零歲開始 然後我們會上一些其他相關的課 所以到不管是同儕關係啊 家人關係啊 或是比如說朋友關係啊 甚至是隔代教養 這些東西其實都可以涉獵 這東西其實蠻多的 那我對於人非常有興趣 那心理方面我非常喜歡 但是因為資質不太夠 所以無法考上師大心理系 所以我就在那時候在師大的時候 就還花了很多時間去修心理系的課 去學一些智商的東西 但我後來發現命理這個東西 紫微斗數的東西是可以跟人完全結合的 所以我期待用的是 把心理學跟紫微斗數合在一起 因為我覺得代表來說 紫微斗像一個工具 而它不像一個很玄的學問 我的概念是這樣 那簡少年是去了南極先翁的道觀之後 發現他開始能夠看到東西了 感受到 對 那你呢 你感受得到嗎 我感受不到 我覺得我跟大家都一模一樣 但是我對於人很有感覺 就是看到這張紙 運用在一個人身上 我覺得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對 所以也是累積了很多 看了很多人 聊了很多天 後來就發現這個東西 真的是有它的邏輯性跟脈絡 就像剛剛王醫師講的 就是它很多東西 其實是有一個根本的 人 因為我覺得科學的極致是賢學 科學在解決人的問題 而人想要解決自己無法控制的問題 它其實是一層一層的 所以我覺得紫微斗數是命理 那它其實我把它定位為很像那種 西方的那種比如說 你去哪裏 我覺得其實像命理 就是給你這條方向 只是它站著視角 是人無法接觸的視角 因為你人不管再怎麼長壽 頂多一百吧 一百二 像極限壽命是一百二十歲 那基本來講命理上會寫 但是你沒有辦法 藉由一百二十年 去理解這些東西 對 所以我覺得 學科學的人都非常偉大 包含什麼醫生 因為我必須要一直不斷地 從錯誤中學習 所以才有這麼多研究 對 但就命理來說 可以有一個跨越性 甚至是可以用不同的角度 去讓每一個人都可以更有方向的 去讓自己很有信心這樣 那你當你要走這一行的時候 你會擔心收入的問題嗎 你要養家呢 我的概念是 其實我覺得還好 因為我想 我是一個比較叛逆的人 我想要做我自己覺得 對我自己心理成就感 還有幫助的人 就是你跟每一個人聊 你會發現聊完之後 你會有獲得 他獲得很多 你也會獲得很多 就是一種幫助人 因為我從頭到尾就喜歡 幫助別人 然後做一些事情 可是這件事情 對我來說很重要 所以我覺得人生 如果你只以那個錢為目標的話 很多時候你就會失去一些方向 所以我期待自己是變成一個 在每一個階段 都可以付出自己的努力 但是又可以讓別人覺得 都很有收穫的這種人這樣 那老師不是看到客人來 都要跟他說 嗯... 你後面跟了兩個 這個我需要我幫你處理 不然你不樂觀喔 你這樣你看不到 你會不會覺得比較吃虧 其實大家都有個誤解 其實命理跟通靈 是兩件事情 像靈體的部分是虛幻的 那我們比如說 有時候開天眼 天生有這種體質 其實是有的 其實這樣 可是其實有這種體質的人 是比較辛苦的 他比如說看到一些 別人看不到的東西 感應到別人感應不到的東西 那是一塊 那就由這一塊來講的話 他其實會讓自己 變成到一個就是說 他無法去抵抗這個力量 但其實像命理啊 命理其實就 所謂的理字就是 我們必須要透過一個媒介 像紫薇斗樹必須要有一張紙 我才能跟你聊天 所以沒有這張紙 我就跟大家一樣 就是完全的素人 我什麼都不會 我沒有任何能力 但有了這張紙 我就可以告訴你 紙上面寫了 你可能可以往什麼樣的方向走 可以往什麼樣的角度 去發展的這種特質 所以別人都會說 老師你看不到的東西 我就說其實沒有 我完全看不到任何東西 所以我是用那張紙跟他聊 聊他的人生 聊他的經歷 以及他可以用什麼樣的方式 去更進步 因為我覺得人有個重點 他不管接觸任何東西 都是期望自己心裡 可以找到一個成就感或平靜 最終都是這樣 我不管做任何事都一樣 那你可以舉一個 你曾經服務過的客人 你翻轉他人生的故事嗎 其實我客人少 我學生多 因為我是從教學起來的 就像爸爸是開學院 就是教大家學紫薇斗數 那我會從教學 從兩個三個上來 如果要講一個例子的話 就是像我之前有個學生 他帶了他的朋友來 就是我們有個研究命盤的 一個過程 然後請案例的命主來這樣 那命主來的時候 就一進來就跟大家 要分享對不對 他一開始就說 其實我想自殺這樣 在全班面前這樣 就在十幾個面前 他就說我想自殺 然後他就講了他的心路歷程 他遇到了什麼事情 這個狀態這樣 對 但他藉由這樣的方式的敘述 我就用了他命盤上面看到他的弱點 他到底在思考的層面是什麼 他想了些什麼 以及他為什麼現在會覺得無力 以及他應該可以做一些什麼事情 去改變這些事情的這個狀態 所以我就跟他分享 然後分享完之後 他到現在就還跟著我 大概四年多 然後就覺得說 這個東西對他來講 是一個新的救贖 他調整他的想法 他不是因為紫薇斗數 而讓自己變好 而是因為他調整了自己的想法 讓自己變得更好 我覺得這件事情是我覺得 自己人生中最大的成就感來源這樣 聽說你要結婚喔 對 沒錯 太太知道你從事什麼工作嗎 我太太在我大學的時候 我們就認識了 對 但是我們是近年才交往的 對 我們是好 所以他其實一直都知道我做什麼 對 但我會跟他分析 我的命理不是那種 可能跟大家傳統比較不一樣 就覺得說一定會有一些 很玄妙的東西 講一些別人聽不懂的話 他大概知道我在做的東西就是 很像心理諮商 只是我運用的每一屆道具是紫薇斗數 而不是一般所謂的很傳統那種 心象測驗看數字的 就比較不一樣這樣 了解 那你自己有辦法算到說 你跟太太能不能白頭邪惱嗎 其實這一題目 像我本人是不會特別去看 我自己的命盤的 除了其實如果我們像 命理師應該都知道 你如果看到自己的狀態的時候 你會有盲點 因為命理終究存在的答案 沒有鐵口指斷 就它不是屬於說 一個答案是 我看到這個點就一定會發生 它其實沒有一定 它有個範圍 決定人是可以改變的 所以人可以去調整自己的狀態 自己的心理角度 去因應說 你怎麼樣去面對 你的生活跟環境 但終究是回到你的心 到底怎麼樣面對這件事情 對 所以就上面會寫說 這個人會跟人很契合 就像剛剛少年說的 他跟他老婆 他覺得我一定要 這樣的面向的人 他跟我才會契合 但契合歸契合 你會發現兩個人 還是在過程當中 上面必須要用點心思 你的狀態如何 他如何調整 所以面板上不會寫說 會不會白頭邪惱 但會說你有沒有適合的人 這樣的人是不是跟你是一個正式的緣分 但因為現代的環境誘惑太多 就是跟以前不一樣 以前只要一個架了 可能基本上你就不會變 就用白頭邪惱 但白頭邪惱對於大自然的生物 其實說實在話 不是一個很正規的循環 所以你會指揮斗數 對 還有什麼 沒有 只有指揮斗數 他還會面向 對 我只要指揮 有一種叫做摸骨 摸手 手相 對 還有很多 就像 沒有 我會想說 我當年就是這樣開始的 怎麼說 先從摸小手 因為就是我蒐集 深層八字之後 發現有些人媽媽不給他 算不了 然後我就想說 糟了 應該來學個其他 反正摸手相可以這個 神算殺殺殺 可以摸手骨 可以檢查 所以我覺得這個技術不錯 關西摸骨師多有名 對 我就開始認真研究 但是我是檢查不出來 但要用看的 還是可以摸一下 廖老師你手拜託借一下 讓他摸一下 而且有法力 法力高強 小孟老師呢 對 像鄭大哥像我 是跟他們比較不一樣 對 因為我在考上那個 逢甲研究所的時候 對 對 我就是每天睡覺有沒有 都被壓 差不多二十一歲 那個時候 豐甲大學運輸研究所 是 是 是 然後你是住校嗎 我是住那個學校外面的宿舍 對 對 然後那個時候 因為我是念工程組 對 然後後來我發現說 我數學真的都跟檢查人員一樣 很差 我想說這樣子下去的話 高鐵可能會出問題 台鐵也會出問題 我想說不要當務國家 對 這個會出事的 後來就轉到管理組 但是轉完之後我就想說 在外面睡覺 每天都被壓 因為我看得到那個東西 對 你看得到 看得到 我小時候就看得到了 對 然後我家人都知道 都這樣我不要講 對 然後我就是晚上睡覺 怎麼 我以為睜開有沒有 都看不到什麼 我就說好奇怪 因為如果我被壓的話 應該可以看得到一些樣子 影子 影像這樣 對 然後就長期 就大概持續了半年 後來我家的人就說 那你可能精神有問題 就帶我去看那個什麼 像檢查那個腦壓 然後還去檢查這個 就是有沒有牢裡面 有沒有什麼東西 對 還找精神科醫師 然後我媽還去問一些宮廟 他們都說沒事 對 檢查出來都沒有什麼狀況 心理醫師也說 這個都沒有 都沒有事 直到有一天 我就是搬家 對 就是在臺中逢甲 然後搬到另外一個地方 就遇到那個旁邊 剛好有一間宮廟 然後這個宮廟有個師姐 對 然後就是我剛好在走路 他剛好過來 他說你是不是感覺頭不舒服 然後睡覺的時候睡不好 我就說對 他說那我的宮剛好在旁邊 三六有在問世 你可以來 那時候想說他是不是在遭生意 結果我就莫名其妙 我想說因為很困擾 我就去 他是一個女 女法師 然後是技工師傅降價 他就跟我講說 你這個人開始要走這個命理 要往命理 然後你會做到很厲害這樣子 可是我就跟他講說 我媽 因為我們家都是社產的 他說他花那麼多錢 給我讀研究所 我不應該再走這個 對 那時候我就想說 我要往那個什麼 就是交通大學考 我想要念個博士這樣 對 就人生就完成 他說如果我讀那個 可能不好 他說叫我一定要往命理 是 然後我就說那我要怎麼往命理 他說你就看看你會什麼 對 然後你就去往這個 你就看你會什麼 就去學 對 然後或者是 他說有個神明在跟我 他說什麼 要叫我當代言人 我就說不行 因為我很時尚 因為我那時候一直都覺得 我蠻時髦的 對 我想說我怎麼會去做這個 他說他教我 他就幫我起零 對 後來我就回到家裡 我就想說 那我會塔羅 對 那時候我就剛好 因為我們二十幾年前 都沒有那個塔羅牌 很少人會 剛好我看到那個 以前那個信心網址 對 他有一本書 對 他有出牌 我就拿那個牌 幫我的同學算 他們都說好準 對 剛好逢甲外面 有很多人在做那個問卷 對 然後他們就問我說 我在做什麼 我就說 我也會算命 也會就是幫人家 看一下那個那個面相這樣 他說那你幫我們看 他說也很準 就開始介紹很多很多人 就自從那個時候開始 每天都沒有被壓 就整個都好了 是是是 然後到後來就是剛好 那個時候有一個gay 有一群gay 對 他們就是裡面有幾個人在追我 對 然後剛好 就是他們的菜 對 對 我年輕的時候 對 對 這是他們的菜有沒有 然後剛好裡面有一個人是店長 對 開個咖啡廳 然後他說叫我去那個咖啡廳裡面算 結果旁邊都是八大行業 然後都是金錢報的小姐 對 然後就這樣子有沒有 整個就坐起來 然後坐起來之後 就是有一天我就到那個咖啡店 就是臺中逢起來的咖啡店 對 然後他那個是酒吧 對 那個老闆很像看起來快要倒了 然後我就說 那我剛好會算命 然後把我的客人有沒有 全部都叫過去幫助這個酒吧 後來我才發現這個酒吧的股東 他是上華唱片的宣傳 然後他就告訴我說 你要怎麼包裝 怎麼行銷 然後你要叫什麼名字 對 然後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的 然後我在那個時候算命 剛好遇到一個黑道大哥 對 然後他說要 那個時候流行 那個六合彩 他說如果你很會算 你就給我算幾個號碼 對 然後他蠻兇的 後來我就幫他算 剛好 種到那個尾巴的數字 種了很多錢 尾巴就是在那裡 對 對 然後就包給我五十萬 對 五十萬 這個十萬很大 然後我就跟他說 不好意思 其實我算你 只收槍 對不起 不好意思 那個大哥都很有禮貌 而且很客氣 然後就送我一碟有沒有 我想不好 真的太不好意思 我還是收下來 對 然後後來他就 不收對他不敬 我跟你講 對 不好意思 因為他們那麼大方 然後他還送我一個匾額 上面就寫鐵牌神算 然後還有寫竹聯邦什麼糖送的 一個很大的匾額 我掛在那個那個酒吧的那個後面 那個時候剛好就是中部有那個新聞臺 對 他們不是有住台中的新聞臺 就看到這個匾額 他以為我跟那個黑道掛鉤 對 然後他就說 我可不可以採訪你這個故事 對 然後就他就採訪之後 就開始就是爆紅這樣子 對 然後我是從那個時候才開始覺得說 如果算命可以把它變成一個連鎖 對 因為臺灣都沒有那個算命的連鎖店 所以我就開始招學生 然後就開始開了好多家 塔羅牌店 你要做這個行業 家裡同意嗎 完全不同意 所以那個時候 我本來碩士二年級 我就跟我的那個指導老師說 可不可以讓我延閉延兩年 那個老師說不行 因為我的成績很好 他說我希望你要往那個交通大學去考 對 然後我那時候就已經在逢甲外面 開了一家店 因為我後來離開 已經開店了 開了一家店 而且我還沒當兵 開了一間很大的算命店 後來那個我們指導教授開車 就是載我 我就說那是我的店 門口有四十幾個人在排隊 對 就是那個時候 我們是沒有用電話預約 對 然後他看到他就說 那你這樣賺很多錢 我就說其實收入真的還不錯 真的 因為我剛開始做的時候 我也是 因為我不敢讓我家人知道 所以我就跟我同學借錢 對 然後借了大概五十萬 對 然後去開 然後還有那個黑道大哥 不是有捐給五十萬嗎 就加一加 對 然後去弄一家店這樣子 然後還請員工 是 然後我都不敢讓我家人知道是有一天 就是那個新聞報出去之後 對 就是中視有個我猜這個節目 就是找我去錄 對 然後就那個收視率很好 我爸媽看到 打來罵 他說你怎麼可以 這是 這是這麼 不要臉 什麼什麼 那時候親戚會罵 他說你不是去台中讀書嗎 他都去跟我們說 我們兒子現在要去交通台下的報紙班 對呀 對呀 司機說 那人家會以為說你發生什麼事情 人生遇到挫折 還是書讀不下去 才是做那個 而且以前那個做秘密師的都是腳 有問題 眼睛有問題 對 這要說好像也有一點破相 破相 是 所以那個時候我家的人看到之後 我一直罵 他說我怎麼可以搞這個東西 那你要跟你爸媽說我破相是你們看不到的地方 是 不過後來我就有拿錢回去給家人 對 那他看到說 我讓他看報表這樣 你看這個 這個可以怎麼樣 然後我就跟他說 我現在要開分店這樣子 對 然後就開連鎖這樣 然後他就說好吧 那因為他看到那個他就安心 看到哪個 看到 報表 錢 看到那個 看到錢 是 而且鄭大哥你知道嗎 像我是很老實的 像你看我們都回饋社會 對 我還跟國稅局申請 自動申請繳稅 對 我還去國稅局用一個牌 對 所以我是想說 我們竟然從客人身上 社會身上賺到錢 這是我的客人支撐我錢 既然你有跟國稅舉報 方便問你收入怎麼樣嗎 收入 對 就是就是一定是比那個 有一個範圍這樣 對 比方說一百萬兩百萬還是五百萬 這是大概五百萬以上應該會有 一年還是一個月 一年 一年年薪超過五百萬 但是我們都有合法 合法繳稅 當然 是我們都有開發票的 對 對 因為我是覺得說 那你賺了錢可以開高鐵 沒有 但是那是我們公司 跟我個人這樣有沒有 的收入 是 行行就狀元 是 所以如果說想要學那個 命理的人 我都覺得說 這個行業真的蠻可以做的 真的 不過小心 聽說做這個老師 因為預支 所以會折售 等一下再繼續說 好 來 先休息一下 那小莫老師 這個這麼成功 不過有人講說 做這個行業會折售 你怎麼看 對 其實我不太相信折售 對 因為我看我們的算命師 我訓練很多老師 對 大概五十個 因為我的員工有五十個人 我看他們都還蠻好的 而且就是跟著我們這樣有沒有 我感覺他們的收入都蠻穩定 這是員工平均幾歲 都八年級的 八年級 就表示二十幾歲 是 因為有以前我收過 比較年紀大的 發現待不久 對 因為他們有太多 英國 你二十 他們才二十幾歲 你如何能夠知道他們沒有折售 這樣說也是 但是 但是他們已經跟我 但是有一些已經跟了我 大概十五年的 對 他們也都過得很好 而且也沒有說憂鬱症 躁鬱症 對 後來我發現塔羅牌 預測政治 預測什麼 都很準 對 那你的專業是什麼東西 我的專業是塔羅 然後還有鐵板神算 還有星座 對 他們是指揮面相 是 你是指揮斗數 還有心理學 你是塔羅 塔羅牌 星座 還有鐵板神算 鐵板神算 對 是 然後還有前世今生 前世今生 對 OK 廖老師 會折售嗎 我對折售的看法是 命理師你的初衷 你面對這一個客人的時候 你的初衷是什麼 就是你的口德跟你的心 要在我們宗教裡面 這樣很保守很慈悲 而你的話是要很有智慧 就是說有時候我們會面對 夫妻一起來 來算命 你不能要證明自己很準 然後你講出來的話 他們回去就造成 他們的紛爭或離婚 對小孩也是 我們命理師有一個宗旨 就是客人來 我們要讓他找到希望 建議方向 然後能夠讓他們是安心 然後解決他們的困擾 對他們是有益處 有利的 然後這樣的話 你一直在 其實你的話就等於一顆種子 我常常就是跟我的助理講 我們每一通電話 我們都要很小心 就是我們的話 客人會很認真 所以我們說出來的話 每一句話都是一顆種子 這顆種子是好的 種在客人的心裡面 它長出來就是好的果實 那你如果是恐嚇 讓它害怕 讓它不安 它長出來的果實 就是一顆黑色的果子 那也我們要去承擔那個因果 所以我覺得擇受是看你怎麼做 那至於我覺得我每天的初衷 就是本著菩薩的旨意 我們就是要利益眾生 回饋社會 然後能夠幫助很多人 所以我不太會擔心這個問題 對 好 那我想因為簡少年 他學過面相 那這三位據傳這個 極有可能就是選台北市長的人 那三位的面相各有何特色 方便來跟他這個剖析一下 好 首先我們講說 他們三位的年紀 我記得這個黃珊珊跟陳時中 應該都是守到夏庭的位置 就是五十多了嘛 陳時中應該是六十幾歲 那這個黃珊珊應該是五十出頭 那這個蔣萬安好像是四十三 還是四十四 四十多 好 所以他們要對比一下 就是說如果我們在講講 五十歲以前到三十歲 是看中庭 所以蔣萬安的話 是看他的鼻子 那從蔣萬安的鼻子來分辨 他鼻子其實是很挺拔的 但是顴骨有一點點往下 代表顴骨往下是什麼意思 顴骨大是好的 可是他顴骨有點往下追 代表現在壓力有點太大 代表他在做一個 可能已經有點超出 自己負荷的狀態 所以他的顴骨就會下墜 所以我們如果去看一個人 發現他的顴骨有點下墜 所以你就知道 他現在內心的這個壓力感 有點太大 顴骨下墜 對 就他的肉有點掉下來 沒有在這個鼻 就鼻頭上面 但他的鼻子 其實他整個中庭長得 還是非常好 所以整個中庭運勢是很滿強的 那接下來來看一下 這個黃珊珊的狀態 黃珊珊的這個下庭 有點算是肉 但是有點窄 然後你仔細看的時候 你會覺得他的這個人中 好像不能算太長 所以整體看起來 對 整體看起來 他的下庭並不是非常有氣勢 所以只能說他在這個階段 可能還是比較辛苦一點 對 那再來是看這個陳時中 這個陳時中 這樣照片看起來很累 因為疫情關係 他一定是一直很累 但是他的整個下庭 其實你看也是偏窄的 也不能說非常有氣勢 所以只能說他在這個下庭的時間點 還是很難很舒爽 但是選舉裡面最難看的是 要是什麼 就是不一定是命最好的人選上 因為有時候你知道 選上的時候更感渴 要做很多事情 因為扛的責任越大 對 所以其實有點難確定 到底是誰到底比較容易 或這個出現 我們只能說 他們從幾個人的狀態來看 這個其實整個下庭 和中庭對比 蔣萬安的中庭 是比較好一點的 OK 所以看起來 對 或是蔣萬安過得比較 比較 他會有些想做的事能做 了解 那個吳宗憲跟胡瓜 他們能一炮而紅 就是在我們節目上開始 那這... 我這樣說笑話 怎麼沒人笑 講下一句 就丟臉了 這三個誰能選得上 這個有點難 這個真的有點難 能不能一炮而紅 我剛剛講那兩個 就是在這樣一炮而紅的 他們這個派推斷是不是 我覺得如果照整體的運勢來看 現在是火運嘛 我認為火運上面來說 一般來說 臉就是整體來說 越靠近火 或跟火越好的 我覺得會蠻有機會的 所以綜合下來我覺得 我覺得講那臉有點偏長 所以是機會是蠻大的 然後但是看起來 因為他現在運用比較好 因為坐上比較乾扣 所以我覺得有點難 所以綜合下來 我個人覺得 如果偏火運的話 我認為黃珊珊的面向 是比較屬火的 對 這其實在五行上面來看 是這樣子 是有點機會 對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好像謠傳 他的概率都不是很高 所以我覺得 我也很難看出來 很難看出來 如果真的要確定 有一招是我們老師 覺得比較有效的 就是在投票的前一天 聽他們的聲音 誰的聲音最洪亮 誰就最有機會 好 那我們也把機會 交給小夢老師看看 對 小夢老師 塔羅牌這個 能不能一泡二紅 就再一次一次 這樣喔 對 沒有 我已經很紅了 變紅 對 火紅 小夢老師超可愛的 對 那我來幫他們抽牌好了 好啊 對 因為有時候面向 有時候不太準 因為什麼 因為有時候他那個硬 他的臉拉起來 對 所以我來幫那個 先幫那個蔣萬安 對 抽一張這個牌 然後這個是黃珊珊 接下來黃珊珊 黃珊珊抽到這個 接下來這個陳時中 對 陳時中 對 這三個 我先講那個蔣萬安 對 蔣萬安這個是前葬九的正位 代表是說其實他很想出來 對 但是我看到說 他現在的意志力有沒有 他蠻堅定的 你看他上面有這個牌 上面綁一個這個 對 但是我看到說他接下來出來之後 他會很像都會遇到很多難關 就是感覺很像綠的 還有這是白的有沒有 這邊感覺上會推出蠻強的人 是 我覺得說他會蠻辛苦的 對 然後黃珊珊這個 你看這張牌是那個寶劍四者 倒過來的 秘位 對 代表說如果白跟染合有沒有 是 或者是綠的跟他合 他才有機會 對 要不然我覺得說他會很像 本來很好的 然後就往下掉 是是是 然後這個是陳時中有沒有 對 他手裡拿著好幾把權杖 對 權杖死 他現在壓力很大 其實很多人都蠻看好他 但是如果說三個人一起出來 對 我覺得他的機率蠻比較好 比較好 對 如果說三 一定是要這三個人的組合 對 因為陳時中他有苦青年 對 所以說他現在有沒有來講 他壓力雖然大 但是如果民進黨要派他出來 對 我覺得很像還蠻可以的 你知道陳時中喜歡吃什麼嗎 他喜歡吃什麼 他喜歡吃苦瓜 因為苦瓜連 人家也吃苦茶油 所以看給他酷酷 是是是 對 所以說如果他出來有沒有 白的就是會分掉 那個就是白跟藍 可能票會發掉 對 就很像又會變成 這是陳時中會比較好 要不要答案更具體一點 對 具體 具體要等到快接近的時候 來算 因為那時候會更準 這樣子 對 更接近 我現在只是說以目前現在來看 對 了解 了解 好 那那個王醫師如果你看不下去 你就跳出來 從醫生的角度來分辨 好 那我再請教一下簡少年 是 因為這個侯友宜的證績不錯 對 那他現在也是滿意度最高的 這是侯友宜 那這個是賴清德 那賴清德現在在綠營裡面 老實講是大概無人能應其風 那這個是柯文哲 他有講他不選總統 才要需要宣布 他到目前沒有宣布 表示他要選總統 那這三位你覺得 誰比較有可能 等一下繼續請教你 好不好 來 先休息一下 好 那這個我們 蕭香居室的這個弟子 簡少年 賴清德的相貌怎麼樣 我覺得這個押上師公的名字 壓力好大 賴清德的面相其實是很寬廣的 然後上眼瞼很飽滿 這個也很難得 就是這一般來說臉這麼飽滿 他臉其實不大 但是很飽滿 這屬於就是會滿富的像 整體是很好的像 很好的像 好 這個呢 那個侯友宜呢 侯友宜的特色是 他的下庭超級無敵好 就他那個下巴超大 大部分我們大家下巴都窄 剛剛看那幾個都窄下巴 而且你看他下巴下面下庭這一塊 這個地閣的位置這麼大 所以代表這個 應該是他母親很有德性 或是幹了什麼大好事 所以他才有這麼大的一個下巴 對 他特色是這樣 所以他在晚年的時候 這個運勢很強很強的 這個呢 柯文哲嗎 柯文哲的面相可以看 他就是一個爆發型的面相 他的就是很火的面相 整個都是上揚的 然後你看眉毛也上揚 然後整個耳朵和鼻子 都是整個都是往上揚的 所以他是爆發力很強的面相 但這種爆發力很強的面相 往往在最後的關頭的時候 會很辛苦 所以他的下庭也偏窄 沒有那麼有氣勢 誰比較接近總統的位置 我覺得這裡面也是 超級難選的原因也是 因為侯友宜的下庭 其實跟另外兩個就是 完全沒有得比 但問題就是我每次看 就不是長最好的會上 所以我也不太確定 到底是誰會上 對 所以我覺得難度 還是滿高的 但如果我覺得 如果是比相禮好的話 那侯友宜是最好的 侯友宜是相禮 對 他的那個下巴真的太好了 雖然那個運真的太強了 對 但是我們覺得是那個 那個賴清德 賴清德你覺得最好 對 因為賴清德 他的臉很長 對 他有那個龍的那個臉上 對 龍的樣子 那侯友宜他是那個很像 比較像熊臉 是 對 就是很像真的道要選的時候 都會很像突然之間有沒有 很像都會有一些突發狀況 對 柯P有沒有 他是喉臉 是 對 喉臉就是說 就是臣服 對 還有就是說那個比較內心 有沒有 比較陰 對 這樣應該不會被告 不會啦 對 就是面相 每個人內心都有陰 對 比較陰 比較陰 然後比較會講話有沒有 比較喜歡去被閃光燈聚焦 對 但是我是覺得說 他弄了半天有沒有 對 中 中就有沒有 我覺得他就是這樣而已 是是是 所以我是覺得那個賴清德的那個臉 比較有那個龍相 對 如果他 你說他內心比較陰 他就去告你 就更表示 他選不上總統 當然 當然 人怎麼這麼不開闊到這種地步 是是是 沒錯 好 那這個 因為俄乌戰爭也還在打 那這個簡少年 你怎麼看這個 哲倫斯基跟普丁的面相 好 首先這是看外國人 跟看漢人是要有一些調整 要有一些調整 首先是一般來說 外國人的地格是比較容易比較方大 像我們看這個川普 或是看這個歐巴馬 都是屬於下巴很有力的 但是比較有趣的是 哲倫斯基的下巴 其實不能算太好 因為他下巴這邊有一個巴 所以他雖然語言 但是這裡有一個巴 這代表什麼 這個巴跟下屬公有關 所以在後線運勢上 他很注意下屬出賣的問題 他很容易被下屬出賣 這要很注意 那如果純單筆向理來看 就是整個普丁的面相的巷 也還是太強 強太多了 因為他光是額頭 就是天庭已經飽滿到不可思議 耳朵還比眉毛高 這跟智力也是超級無敵高 耳朵比眉毛高 對 然後中庭也是超級挺拔 所以代表說他在50歲以前 都是超級猛烈 他的問題在於他下巴歪掉 所以他整個下巴歪掉以後 你看他人中的狀態也不太好 所以代表他在中晚年的運氣 其實是不太在 那我們剛剛講過 如果要對比一個實態 不比整個像來看的話 其實整個普丁的下巴的崎嶇 彎曲度是比較多的 所以普丁在這過程中 承受的痛苦和責難 和這個就是他無法如願的狀況 會比較嚴重 但是這還是要考慮到 因為澤民司機這個巴 他容易被出賣 所以他有可能是因為被出賣 他就直接失敗了 這要很注意他的手下的問題 了解 那簡少年在中國 曾經處理一個 女生被換命的案子 對 就是那個案子很特別 因為我算命都在咖啡廳 避免說有什麼這種性騷擾 或什麼糾紛 大家都在 結果沒想到那個女生 一坐下來就開始給我解釦子 我想說嚇死我了 在百貨公司現在是要幹嘛 結果沒想到一打開來之後 我看到這裡超大一塊八 他又說老師我真的很急得找你 是因為我每天睡 女生解自己的釦子 對 他打開來就可以看到 你知道 事業線的位置 但是有超大一個八 他說他每天晚上都睡不著 到覺得很癢 想把心臟挖出來 所以他就去摳自己的肉 越摳越大之後 就把整個肉都摳起來 然後他就叫我幫他看一下 我就說 我覺得首先看到這個狀況 你已經知道有問題了 竟然他就挖成這樣 就從指揮斗數命牌一看 然後他那個福德公 在換大運的時候 一爛到一個極致 從一個極好變極爛 然後我就說你是發生了什麼事 而且這事情跟田宅又有點關係 福德公跟壽命有關是嗎 福德公跟福德有關 如果福德太低的時候 人就會出一些奇怪的事 就會小事變大事 所以我就發現他的福 怎麼突然不見 在這個命上 就一問他就說 老師你說的對 就是他有一趟回了老家 因為他年輕的時候都很順 他就從村子裡面 考上了北大 我們就要祖墳噴青煙 因為他村子裡面 連大學生都沒有 還出了一個北大的 結果後來村子裡面 就有個阿姨就說 他的小孩也想去北京發展 所以就說邀請他回老家吃個飯 在他家聊一下 結果後面想要聊一聊 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聊得比較晚 他說那你乾脆住在這 結果起床之後 他發現他也都換了新的衣服 他原來衣服找不到 他就想說怎麼會這樣 想說應該沒什麼事 然後就回北京 但從那一天開始 他就開始晚上睡不好 然後跟老公的關係也出問題 更奇怪的是 他老公很像著了魔 就不知道去哪裡 買了一個很奇怪的這種神像 然後硬要擺在他們家的冰箱上 然後後來他就說幾年下來 他就發現他越來越不對勁 他現在已經挖著這個時候 不行他才問我怎麼辦 然後我就說 那你要不要 你要不要實際上看一下 這種通常這種案例 在我們台灣以前講 有的人老早 所以想換八字 然後他就說 他問了他媽媽之後 發現真的是